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健身 今天是2019年6月29號星期六 最近家裡之前買的這一台洗衣機 Panasonic的,型號是MA158VT的 只是我沒有想到這麼快就要處理這一台洗衣機了 因為大部分洗洗衣機,我都是洗內潮 大概平均3到5年洗一次 就是內潮嘛,裡面太高的時候我們要洗 尤其是家裡有過敏的時侯 我這家是2016年11月4號買的 但是一定失去了 它的脫水時放動得很嚴重 我在5月中旬時,有比較長的去買這間家電航空 他們現在叫Panasonic的來處理 他們是比較長的服務 說減消費要收三百塊 光是減消費就要三百塊 當然是合情合理 問題就是,你減消後 其實大部分都是阻尼器故障的問題 今天本身都沒有什麼問題 它脫水時會晃動 我上網做一個功課 大部分都是阻尼器故障的問題 居多 他來減消以後 他可能跟你說什麼問題以後 還給你補一個 材料費、維修費 甚至要什麼搬運費 一大堆有的沒的 我想要這樣說 是因為我們很多類似的朋友 都有這種經驗 到最後他來幫你檢修後 他說的問題 還不一定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變成說 你有很多時候 你會賣掉這條錢 在以前的時候 只要有客戶 還是朋友問我 買什麼品牌的家電用品 我大部分都是推薦Panasonic 但是近幾年 我幾乎都不推薦任何產牌給朋友 或者是客人 因為感覺上 每一家出的問題都一樣 你要說是一樣好嗎 還是一樣怎樣 這就見仁見智的問題 你看現在2019年 我買這隻不夠三年 就一定開始出現一些小問題 洗衣機最常出現的問題 就是脫水晃動 你只要上網看 任何產牌都有這個問題 不管是最大廠的最小廠的 都是一樣的這個問題 你說這個要怎麼說 因為我印象中在以前 小時候也沒有多久 大概十幾二十年前左右 你只要買洗衣機 你至少隨便用 都可以用隔8年到10年 甚至15年以上 都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也不會說有什麼脫水晃動的問題 印象最親密的有一次就是 我買一隻二手的 也是Panasonic的 人那時候人家買完的時候 他一定用5年了 我買來又用5年 比較壞去的 那時候我是 都還沒研究 說要怎麼去修理 所以這隻我就把它丟掉了 去買這隻新的 想不到這隻用沒三年 一樣的問題又出現了 所以真的有時候 買這種家電用品 你開一大堆錢 還要買到這種本來用的東西 其實坦白講 沒有比較環保 那這個 你工人做了一大堆有什麼用 沒有用啊 你只要能洗衣服 不能脫水 你行程三月有的 沒有的 你沖沖一大堆要沖那火 因為 洗衣服最常聽到出問題 也是什麼 房子收起啦 其實不必無到那麼複雜啦 功能太多 一些媽媽 阿嬤 也不會用啦 有時候買這種東西 真的在給年輕人用的而已啦 你說年輕人的 洗衣服的機會 很少的嘛 都是家庭主婦在洗嘛 有時候真的搞不懂 到底是要環保還是怎麼樣 以前的機器可以用個 十幾年 二十幾年 不會壞 阿你現在有時候用的幾年就 用不到五年 像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很多大廠牌的家庭用品 他給你保固一年 阿結果一年過後就壞掉 阿他給你保固兩年 兩年過後就壞掉 這個有比較環保嗎 其實是沒有的 我可以這麼講 其實是沒有這麼環保的 巴一下牢騷 像我認識的一個老闆娘 他有一個朋友 也是買電視 保固三年 三年保固的時間過後 壞三件 一隻電視買五萬幾塊 壞三件 又花一萬幾塊修理 結果修理後 問題沒有解決 那隻機器就丟掉了 阿你說 這樣真的有比較環保 你像我家現在 都在看傳統式的電視機 就是印象館的 直接看買二十年了 又在看 阿你說人家有比較沒有環保嗎 沒有錯 他的材質 他的一些製程式 確實是沒有很環保 但是你會用二十年 比起你說 你現在買新的 液晶電視 三月有的嗎 報告一年一年就壞 報告兩年兩年就壞 阿你說這樣有比較環保 我不相信 所以現在只要有人家問 我說 買買一些家電用品 譬如說 冰箱啦 洗衣機啦 吹風機啦 那個什麼都好 你就是 挑那種保固月酒的 你給他買那一個品牌就好 現在不要再有什麼品牌迷思了 因為對我們來講 每一家都一樣啦 都是 不耐用的 現在沒有一家的產品是 讓我覺得 耐用的 坦白講 年輕人的 現在換這個時代是有夠可憐的可憐 要買一個東西而已 阿就都要花錢花在這個家電用品上 實在是 賺不到錢 結果都要花錢去買這個東西 所以這就是我今天要抱怨的這個店 阿我們將士就是 已經知道說它是晃動的問題了 我現在大概 初步插電測試一下 它晃動的情形給各位看 這個我是從二樓那邊搬上來的 阿所以我那個腳架也沒有調整好 阿我先把它調好 腳架調好以後有沒有 讓它保持一個平衡的狀態 我們炒電測試看看 這隻之前一定都有脫水過了 所以它現在裡面是沒有水分的 我們就把它啓啓動 啓脫水就好了 大家看一下 看它這隻的問題出在哪裡 現在是空機啦 裡面都空的 沒有水沒有水什麼都沒有 現在空的啦 可能感覺上沒有什麼害的狀況啦 我之前有用手機 撥一個它脫水的時候 它放動的狀態 到時候我付影片給大家看 我現在切起來 它是目前感覺上都還好啦 還可以接受啦 好啊現在這樣我們就先把它停掉 好啊 一定有發現說它有放動不佳的狀況 怎麼可以先聽它的主任器去看 反正待會也是要進行主任器的更換 先加一些清潔的動作啦 像這個洗衣槽有沒有 這都很泰哥的啊 我心想拆一拆它洗一洗 所以今天也要分享整個 拆卸洗衣機清潔的過程 盡情觀賞 這樣我先把棒子拆起來 拆卸洗衣機的步驟其實很簡單啦 它就旁邊這裡兩支螺絲 這裡兩支螺絲 你拆起來這個面板就可以拆起來了 我先把螺絲拆起來 把面板拆起來 現在是它這個設計很簡單 四支螺絲拆起來它又有沒有 你這就可以把它翻起來 只是說你後面沒有可以刮客的地方 你要注意一下 反正你就是這樣放的 主任器要拆起來很簡單 它現在設計都設計得很簡單 像旁邊這裡都主任器有這個有沒有 建議你一定要掛手機 因為它這種主任器有有沒有 很黏的啦 你有時候你高到你要洗很難洗 所以這點要特別注意 它整個桶子就是靠這 主任器支撐的 你要拆主任器去看的時候 建議你一支一支撐 我有去二手的回收場那裡 找到四支 感覺上比較好的阻尼器拿回來 如果說等一下拆起來看 那個阻尼器有問題的話 先用二手的下去做做看 看看會不會還有這個晃動的運 這樣我們先撐一支阻尼器去看看 我的習慣是從最外尾這一根開始拆 你要拆的時候你就是把它撐起來 撐起來這樣而已 這樣是不是很簡單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主任器 前面看起來有沒有 它這個主任器這個部分是還好啦 沒有特別損壞的部分 因為我主任油上網看有沒有 這樣洗到斷了而已 一點而已 四百多塊 所以我就掌飾不買了 這支是這支的 這四支是我去回收場找到的 它們的行程是差不多的 它的比較長一點 你看它差不多差了 差不多兩公分左右 我們扔一下 看它的行程是多少 Panasonic的這支 它的製作行程是60公分而已 你網路上買得對 它的行程有分三種 我的印象中是60公分到64公分吧 好像是這樣子啦 這個的行程它稍微比較長一點 這個是62公分的 通常我們的建議就是 你若是60公分的 你就是去找60公分的 62的你就找62的 盡量都找一樣的就對了 我目前看起來 這支的阻尼器看起來 目前是沒有什麼問題 至於會放洞的問題 可能就是還要再長 這要倒進去也是一樣 它現在設計比較簡單 它都做一個凹槽 讓你把它堆起來 你要倒你就把它補起來 放上去就好 倒進去就這樣而已 上面也一樣 倒進去就這樣而已 你這個要自己做自己換 因為這種工作比較沒什麼困難性 目前四支阻尼器也都檢查過了 基本上沒什麼大問題 接下來我們可能就要來看看 它的放洞的情形 到底是什麼原因 像它這個 它這個螺絲在沾有嗎 也是都有減 但是到底是什麼原因 它要減上這個螺絲 這個把它貼起來 接下來就能貼在裡面這個桌子了 我用那邊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接下來就是要貼在裡面這個水槽 接下來就是要貼在裡面這個水槽 很多網友或是客人都會問我 說這個水槽這要怎麼貼 其實很多方法來啦 每個人的方法都不一定一樣 這看個人的啦 它現在這個設計比較好 它幫你做一個六角的 或是十字的一字的都可以 如果我的建議你就是用這個六角的比較好 先讓大家看一下 它這就是六角的 這樣看有啦 它有十字一字到六角的 你就拿對應的工具溜一下就可以了 我先把這個溜一下再繼續溜 我們現在找到對應的工具有沒有 我們就可以嘗試溜一下 我們說實在 你這個東西 你說你要用土手溜一下溜一下 溜一下溜一下 你還是要準備著一種衝擊式的起子機 你溜一下溜一下溜一下 它的方向應該是逆時鐘的 沒有 你這樣就溜起來了 這就是你溜一下溜一下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看它還有其他的什麼東西沒有 那不然你就是聽起來有沒有 找一個地方把它放得好 不想不到而已 接下來最多人問的這個板要怎麼聽 這個板要聽說真的 有些人會做一些特殊工具 譬如說一個螺旋的溜角器啦 那你如果是家裡有沒有 剛好有像這種排水孔的這個 你就準備兩支比較長的螺旋有沒有 還有收兩個對角 要用矮的 慢慢起來就可以了 因為你現在這個這樣有沒有 你土手要這樣把它放起來是嗎 沒有什麼好拍 所以我先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拍的方法給大家看一下 反正你就是去找兩支這種 稍微比較長的螺絲 然後你把它塞進去 像這樣 這樣看有啦 塞兩支螺絲起來 然後你就是這樣 左右這樣把它放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我這隻 兩年我還沒三年 所以它卡住的問題比較少 比較不會有卡住的大問題啦 所以它這個還算比較好拆 然後它下面還有一個這個 防脫落的一個墊片 所以你要記的 它是在這裡 那你這樣就拆起來了 那你如果是卡住了很遠 不好拆 還有另外一種方法啦 假設啦 你現在這樣有沒有 你兩個這樣拆 它因為我還要拆起來有沒有 最簡單的方式 你可以準備 鐵線啊 銅線啊 還是什麼 不管什麼都好啦 反正你可以這樣 有沒有 這樣拆起來了 假設你現在這是很難拆的 你就這樣 你把它拆起來拆起來 還是左右拆起來了 它就起來了 這是小方法啦 因為我這個 沒有說卡住很暗 所以兩支樓式拆的 它這樣就起來了 這反正我到時用土手的 也是拆起來了 所以這都小問題而已啦 接下來就是要來拆這個 螺帽 然後你要去記著說 它的墊片有幾塊 問你到時拆拆 又有什麼問題 因為拆這個 有大型的螺帽 我現在都在拿工具的 我們現在大家來講解一下 猜拆一隻有沒有 大概需要這些工具啦 像大顆螺帽 這個 一顆是38的 一顆是41的 目前是 還沒有拆過特殊規格的啦 大概就 這兩種規格 就通用大部分的洗衣機了 拆輪器一定會 因為你不可能 徒手把湯拆起來 這支提醒的是 備用啦 因為我大部分都用這種 電動扳手 然後清洗的時候 高壓清洗機 那所需要的工具大概是這些 那你如果到時 真的螺帽拆不起來有沒有 可能就要動用到火鍵 不然就是熱風槍 我的印象中 你如果超過五年沒有拆 洗衣機的話 很有機會要用到這個工具 不過這一台 都還不到三年 所以應該是不需要 所以我那個 火鍵跟熱風槍 我就不準備了 我現在分享一下 我們要拆洗衣機 進場的一些作業啦 譬如說 你看我們拆起來有 都有一些這個污垢啦 因為你這如果打的油 它都硬硬硬硬硬硬 所以你到時 你要洗你也難洗啦 通常我會用高壓清洗機 讓它洗 它洗出來效果比較好啦 啊你如果沒有高壓清洗機 還要用手洗的人 我提供一個小方法給你啦 就是你要拆洗衣機的前一天晚上 你先把水煮滿 然後到大概兩公升的漂白水 然後選擇洗衣程式 到你的隔天 你要拆洗衣機的時候有沒有 你還把水全部漏掉 這樣它裡面的一些污垢啦 稍微它這個都會軟化的 軟化的你要洗你就比較好洗 我先分享一下 我現在先要拆這個螺帽 PenaSony它的螺帽是38 說實在啦 你說你要土手這樣拆有沒有 基本上拆沒什麼拆了 啊有的人是真場 用公體這樣說 也是可以 反正任何方法 只要你拆得起來 就是好方法 那個方法不一定的 你就自己決定你怎麼做 你就電動的你把它抬起來 用機器下去打 我的印象中 它這種設置的螺帽都是逆牙的 瞬時針就是鎖緊 那逆時針就是放鬆 啊它如果是逆牙的 瞬時針就是放鬆 逆時針就是鎖緊 反正你就可以機的方向是相反的 啊有的機子它是做瞬牙的哦 都不一定的哦 因為每一個產牌設置都不一樣哦 PenaSony我的印象中應該是逆牙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把它鎖緊 鎖緊就是放鬆 放鬆就是鎖緊 你這裡有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我們先來用簡單的打看看 你如果大家打三遍不起來有沒有 你還要切換反方向 讓它這樣鎖緊放鬆鎖緊放鬆 倒倒的打起來 這樣PenaSony的這隻它是做瞬牙的 因為我們用逆時針嘛 這樣 逆時針是打開 所以它是做瞬牙的 這樣很簡單就把它打起來了 打起來之後我們看看它這裡有什麼 配件沒有 不然它就是只有這顆而已 這樣這顆扣起來就不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用八輪器 八輪器使用方法很簡單的 像它這個扣這麼多的 基本上在鎖應該是很好找啦 不會有什麼難找的問題 如果三扣這樣鎖到它後就可以了 然後你就是把它打起來了 這大部分都三扣的啦 三扣的八輪器你就可以用了 這對應的這個螺帽應該是19mm的 我來講你在扣這個 我沒有建議你用機器下去扣 你就用手 要用踢桿 慢慢轉 順時針這樣轉 它就慢慢扣起來了 有的如果做軟的 你應該是可以嘗試用手扣看看 我目前是用手扣都沒有扣起來了 不然你就是這樣慢慢扣 磅這樣慢慢就起來了 就分離了 分離以後你再把這個放鬆 八輪器就能扣起來了 這些工作你可以嘗試自己做看看 這樣整個湯就能扣起來了 很簡單就扣起來了 你如果看在這裡就看到這個 我們扣出來我們就是都扣去外面洗 感覺像這個 我可能也是要浸一天的水 它還要洗 應該會比較好洗 因為這個看起來很太高的 所以我待會可能會把三扣放在外面 反正苗仔就要洗了嘛 我們再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就可以了 你不用再撞回去 我們這個也一樣 我們這兩扣就用不著了 我們就可以先把它撞起來了 基本上是這個拆卸的方法大概 這樣而已吧 沒有什麼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如果它有機會 嘗到比較特殊的情況的時候 我還要做一篇文章分享出來 反正你就把這個拆起來這樣就可以了 那浸水 我們現在要洗洗三機嘛 我們將來這裡就把它煮水 煮差不多九分滿 讓它這裡的東西都浸得對 你可以去買一罐這個 漂白水 你把它倒一罐 讓它浸 接下來就是等它煮水滿以後 用洗衣的行程讓它下去跑 因為我剛才看裡面很髒 先暫時把它倒回去 啊倒回去以後就是 重複發 等剛才我講一下的步驟 當你水煮到差不多的時候 拿幾條沒有的 這種大毛巾 我們到時候可以洗 要可以試試脫水的狀況有改善嗎 然後讓它下去浸 這樣差不多了啦 再讓它比較麻煩 我們就把它用洗衣行程 這樣你水九分滿以後 我們把它切洗衣行程 你切洗衣就好了哦 其他的都賣哦 那啟啟動 今天是2019年 6月30號星期天 那昨天已經將洗衣機浸泡一整夜了 今天我們再讓它稍微洗一下 待會兒來進行脫水 看它還有那個放通的情形 我們先把洗衣機 四個腳調整的問題 這樣我們將是可以改成脫水模式 啟動讓它去排水 排水的過程當中 我們來更正脹漂白劑的用量 因為我上網做一個功課 它是說差不多 倒100cc到200cc之間 因為洗衣機浮分大小吃嘛 所以我要去想出來的結論是 我們用公斤速熱一整 每一公斤 我們用20cc的漂白水的劑量 像這隻14公斤有沒有 我們可以用280cc的漂白水的劑量 下去洗 依此類推啦 其實漂白水是我查出來的資料裡面算比較穩定的化學藥劑 你像一般的人用什麼洗潮劑啦 什麼有的沒的 那個我是不太建議啦 因為你上網查一下資料有沒有 它的那個殘留的問題很嚴重啦 稍微Google一下應該就有很多相關的資料了 所以最後還是建議用漂白水就好 接下來應該可以進行脫水 看它還有放洞嚴重的情形嗎 因為咱長有稍微看過它的自尼器 基本上是沒什麼大問題啦 我會做一點上游的步驟 還是會有放洞的問題 看看它的放洞情形 大家看一下放洞的情形 稍微偏大一點點 改善了一點點而已啦 可能是因為它在裡面那個皮端太大一點而已 對啦 拖到霧的時候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拖到全部 這泰哥你給你看 因為我們這裡面有漂白水汙 我們也是要讓它清水洗一遍 等我這裡全部洗完的時候它再錄給大家看 那我們再一次進行脫水看看 它這現在一定是脫水的穩定狀態啦 所以應該是稍微有一點點改善啦 晃動的情形一定減少很多了 具體原因除了阻尼器 我在想可能是 它的排水有稍微疊的造成裡面有部分積水 重心不穩 反正這個原因 再上網查看看 目前這樣看起來是ok了啦 等它脫水之後有沒有 我們整隻貼掉起來洗 我們現在已經把植子貼掉了嘛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浸泡營業的成果 也是很泰哥啦 還要三年而已吃泰哥 有啦 都有軟化的啦 所以這待會用高壓清洗機 沖的應該就都乾淨了 看一下背面 這風濕這 這就是什麼是結晶的殘留啦 污垢啦 油脂啦 這什麼一大堆的 這相關資料有了 你上網查都查有 我們來看一下內草 這麼泰哥 你看看 水又排不乾淨 我們看一下它的背面 都一樣 泰哥到不會死 接下來等下就是 要把這個全部都拆分離 然後用高壓清洗機 然後它洗 這樣涼起來以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真的是 軟薄 泰哥到不會死 這個沖裡面 你說你這個沒有涼起來洗 你洗會乾淨 我沒什麼要洗 各位看一看 各位看一看 整個內部清洗 那因為接下來要用高壓清洗機洗 有時候水分的問題 怕把相機弄壞 所以清洗過程就不錄了 等清洗完再給各位觀賞 啊你在清洗的過程當中 高壓清洗機有時候 這都洗不起來 因為這 是跟那個沖比較好 所以它裡面變成 都沒辦法去浸泡到漂白水 變成說它會比較頑強一點 你可以去拿一個塑膠的東西 有沒有 慢慢滷 我比較重的 完垢才滷起來 你說要洗得很乾淨 應該是沒辦法啦 啊我們就是 把比較明顯的把它清掉就可以了 你看看這個有沒有 這用高壓清洗機都潛下去了 你就要慢慢滷 先把完垢滷起來 外出又用高壓清洗機 好洗看看 洗到差不多7、8千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你如果要洗得很乾淨 你就可以去換一隻就好了 這樣有了解啦 初步 一定都把所有的東西都清洗掉了 還要清洗掉的時候有沒有 因為有些地方像這個 它也是都沒浸泡到 所以你說要把它洗得很乾淨 那是有稍微困難 然後 全部洗掉以後 我還會把水煮完碗 還給它泡一天 啊我們下天還來 滷看看滷不起來 啊如果滷不起來就算了 這樣目前洗起來差不多7、8千 才有了啦 啊我會把我長用這毛巾 所以裡面還有一些 漂白水的有沒有 讓它熱於稀釋 說到浸泡的部分 我上網做一個講科的 你只要是衣物 浸泡時間大概25到40分鐘 因為你浸泡太久 它裡面的纖維會軟 軟以以後污垢 反而更容易進去 啊所以你要浸泡的話就是 40分鐘以內 啊因為我這毛巾是 資源回座長拿回來的 到時候洗洗也是 要讓我們老小黑做他的床墊 所以浸泡比較久的是沒關係的 這樣今天就先到這裡為止 今天是2019年7月1號星期一 一定都洗好了 洗好我們就是給大家看一看 洗完以後算乾淨 像這盤 這裡面一些污垢 用高壓清洗機在沖 就可以沖到乾淨了 尤其是這種砰沖的這個 尤其是這缝隙 這一定要用那個沖 沒有你沖不住 看看 都洗得很乾淨 這都一樣 我這個油哪個洗洗 尤其是這個砰沖的地方 大家觀賞一下 後面 其實這樣子沖應該也能沖得滿乾淨的 至於說有的也是有 不一定沖的後很乾淨 這是還可以接受 反正你的尾匙再加一下 應該就ok了 尾匙就是增長的 增長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就不想錄了 先說給大家說一下 我洗這裡差不多開四五點鐘 我來說外面財富在顧 差不多都是洗一隻洗衣機 大概在一千五到兩千塊左右 昨天上網看已經有人銷價競爭 一台洗大概九百九十九塊 他那個怎麼洗的我就不曉得 因為你像我自己只洗 我就要花兩三點鐘 所以一天他這樣工作 我是不知道他是怎麼賺的 我們說真的 我們自己本身有在做這個 做了你要知道 這種工作不是很簡單 所以有一些行情價 我是覺得 人家師傅給你估了 你就給他賺這個錢就好 不用再去砍價 也跟一些師傅講 就是不要消價競爭 畢竟大家都是賺辛苦錢 就是不要有這個惡性循環 因為你大家消價競爭都不用談 我們講到這邊就好 後續就是再稍微把它清潔一下 就可以裝回去了 裝回去了 我還要測試給大家看 那我們最後裝回去以後 把我們洗的三條毛巾淋進去 我們來測試一下他的脫水狀況 晃動是不是有改善 開始脫水啟動 他的晃動蠻嚴重的 看一下 可能是他上面的水還沒有平衡 好啦那目前這樣子看起來 應該是還可以接受啦 好啦那我這一篇這樣子 清洗槽也算完成了啦 那這一篇文章我就分享到這邊為止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敬請訂閱或分享 謝謝